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这节课我们将要学习怎样用有限状态机创建一个决策系统 游戏中的决策系统的任务是对游戏世界中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处理 确定AI决策下一步将要执行的行为 决策系统可以用有限状态机或行为数两种方式来构建 我们先来看看用有限状态机如何构建一个看上去不错的决策系统 有限状态机的概念我们在第一节课就讲过了 这里就给大家讲讲有限状态机的几个特点 有限状态机是AI对象中最简单 同时也是最有效最常用的方法 游戏中的每个对象都可以在生命周期内区分出一些状态 例如攻击、巡逻、休息、死亡等等一系列的状态 当某些条件发生时 状态机从当前状态转换为其他状态 游戏对象会对各种状态做出不同的反应 在设计有限状态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考虑其中的每一个状态和转换条件 一个有限状态机必须有一个初始状态 还需要保存当前状态 另外还需要一些事件作为触发状态转换的触发器 这些事件可以来自输入关卡中的触发点、消息或者某些条件 这节课我们就先来看看用SwitchCase语句如何实现一个简单的有限状态机 首先我们给AI对象设定四种状态 分别是巡逻、追击、攻击、死亡这四种状态 现在我们就去Unity里面实现这四种状态转换的有限状态机 先打开我们的Unity项目 在Script文件夹下面再创建一个有限状态机的文件夹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有限状态机的机类 将它的一些通用的参数及方法定义出来 我们还是在这里创建一个CShop文件 然后就叫FSM 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写哪些参数 第一个参数用来获取玩家的组件 再来写一个目标位置 这个目标位置可以是玩家的位置 也可以是巡逻点的位置 然后是一个路径巡逻的数组 这里主要用来存放路径巡逻点 再是AI对象的攻击速度 这个攻击速度可以认为是AI对象的攻击间隔时间 再记录一下AI对象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再来写一些状态机要用到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初始化状态机 然后是每一帧更新状态机 和固定帧率更新状态机 这些方法我们都会在状态机的指内 下面去具体实现 这里只需要声明就好了 然后在start里面调用初始化状态机 在update中调用每一帧更新状态机 再写一个fix update 用来执行固定帧率调用状态机 这就是我们有限状态机的积累 现在我们退出去继续创建状态机具体实现类 还是创建一个csharp文件 我们给它取名叫做 simplefsm 简单的有限状态机 打开这个文件 继承状态机的积累 这个类要复杂的多 它是用来做状态机具体实现的 这里start和update都不需要了 我们删掉它 先来每举一下我们要实现的几种状态 刚才我们就说过 有巡逻状态 追逐状态 攻击状态 和死亡状态 这就是我们这个有限状态机需要实现的四种状态 定义了状态之后 我们来写一些状态机要用到的参数 先写一个追逐距离 当AI对象和玩家之间的距离小于这个值时 切换到追逐状态 然后攻击距离 也一样的 当AI对象与玩家的距离小于攻击距离的时候 就切换到攻击状态 这个值我们切小一点 不然看上去会很奇怪 AI对象还离玩家很远 就在播放攻击动画 因为有巡逻 我们还是需要设定一个抵达距离 然后是角色没举的状态 这里主要用来保存 AI对象的当前状态 然后是AI对象的移动速度 给它负一个初始值 AI对象的转向速度 然后是AI对象的动画播放组件 AI对象的角色控制器组件 角色当前所在的路径点 以及角色是否还存活 好了 我们先暂时写这些参数 现在来写 积累的一些方法 先来实现机内的初始状态机的方法 先将AI对象的当前状态 设为巡逻状态 然后没有死亡 上一次攻击的时间 为零 攻击间隔时间 先设个两秒 到时候如果太快或者太慢 我们再来调整这个参数值 获取AI对象的控制器组件 获取AI对象的动画播放器组件 获取AI对象的巡逻点 这里我们等一下去加一个标签 就叫巡逻的一个标签 我们先去Unity把这个标签加了 避免一会儿忘记 在这里加一个巡逻的一个标签 好了 返回到代码中去 获取了AI对象的巡逻点 再来获取一下玩家对象 现在我们来出实话最后一个参数 就是目标位置 在游戏运行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让AI对象进行巡逻 那么它的目标位置应该是路径点 所以我们这里要去获取一个路径点 我们来写一个方法来获取它 这里写了一个选取下一个路径点的方法 这里我们随机获取 随机获取路径点 从零开始 然后到我们路径列表的长度 将取到的路径点 负值给目标位置 这个状态机的初始化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写状态机当中最重要的这一部分 状态机中每种状态的具体实现 我们有四种状态 那这里就需要去写四个方法 分别实现这四种状态 以及状态之间的切换 先来写巡逻状态 因为我们一进游戏 AI对象就是处于巡逻状态 先来判断一下 如果AI对象当前的位置 与目标点的位置 小于等于抵达距离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转向下一个巡逻点 再来判断一下 AI对象与玩家之间的距离 是否满足追逐状态 如果AI对象现在的距离 与玩家之间的距离 小于等于追逐距离的时候 我们就将当前状态 转换到追逐状态 这里就根据条件 实现了一种状态转换 现在我们来具体写一下 巡逻状态需要的算法 先根据目标位置控制 AI对象转向 根据目标位置 与AI对象当前位置差值 获取到转向的角度 再实现转向 用每一帧的时间 乘以转向的速度 就控制了AI对象 朝目标点转向 然后只需要控制 AI对象向前移动就行了 最后播放AI对象的移动动画 这样我们巡逻状态就写完了 这节课就先讲这些内容 下节课我们在实现剩下的几种状态 大家下来先写一下这节课的代码 我们下节课再见